击打一间火锅店 日前在TikTok发了一个 女员工模仿残疾人士动作 接待顾客的恶搞视频 结果影片一出 被网民狂轰 侮辱残疾人士 随着影片掀洗争议 店家立刻删除视频 并且上传这个女员工的 道歉视频 我们现在正常在疫情中 我们不在意识中 或是在疫情中 我们不完全没有意识 我们不在意识中 或是在疫情中 我们正常在疫情中 在疫情中 今天就像这个影片 我现在就在疫情中 我现在就在疫情中 所以在这里 我现在就在疫情中 尽管店家已经道歉,但网民依旧不买账,认为如果要拍恶搞视频还有其他的题材可以用,选择假扮残疾人士真的非常没有同理心